各位網友,我昨天講一條片,就是講香港的海運空運的問題, 我心以為懼,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爆發貿易戰,香港是第一個被犧牲的, 如果你聽過我的邊緣回望,或者74年,你都知道香港在一韓戰,被中國被美國制裁那一刻, 是到處失業的,香港原本是一個轉口說,是不能做的,如果中美發生嚴重的衝突, 你可以想象,所有的半導體和半導體有關的產品,都不准經香港那一刻, 這個年紀產品是多麼嚴重,香港是要疏散人口的,回到大灣區, 好,前大中華膠忏悔錄出了書,現在不用賣的,就是上去patreon,免費收聽, 我是想提供給google的members,但我不懂怎樣做, 那就是,我本來想放上google play,但他最近不收中文書, 以前上去的那些就收,他現在不收,我是沒辦法用其他途徑提供給大家的, 這本書, 耶倫4月6日,他和何立峰,何立峰是前法改委主席, 劉鶴退休之後,在經濟金融上面,他就是習近平的第一號新信, 他是絕對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委員, 等於以前劉鶴的位置, 就平衡經濟產能展開交流, 旨在應對美國對中國製造業產能過剩的擔憂, 耶倫4個月內第二次去,上次已經提出這個問題, 很明顯就提出了這些問題,提出了問題, 中方要他提出多些具體的東西,今次他回去就準備好了, 和歐盟合起來,再做一次presentation, 將這個問題present給中國, 我還不去跟大家解釋, 星期六發表的聲明, 美中兩國同意就國內和全球經濟平衡發展, 舉行深入的交流,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兩方面會成立一個小組, 逐樣逐樣產品去談, 看看是否可以follow up, 耶倫何立峰和他們團隊星期六, 就這個題目講了四個半小時, 單是產能過剩就談了兩個半小時, 四個半小時裏面,兩個半小時是產能過剩, 這個就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 是美國和歐洲最大的concern, 耶倫表示美國致力和中國建立健康的經濟關係, 為美國工人和公司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美國對中國的東西分為三類, 一類就叫做大棒福利, 即是AI天氣, 這些是可以談的, 一類就叫做無得談, 就是高科技那些, 因為你會牽涉到, 你改善你的軍工, 威脅到美國安全, 那些叫做無得談, 這些就是第三類, 可以談, 可以談, 來到讓大家都有利, 但是千決條件就是, 你要接受世界的貿易規則, 最重要的就是津貼和傾銷的問題, 這個包括中國工業產能過剩的問題, 以前中國的工業產能過剩, 就是家紋, 運動鞋, 家具, 玩具, 這些東西就無所謂, 現在一去到這些, 是很長尾的東西, 什麼叫做長尾呢, 就是整個產業鏈很長, 如果你在這一環中, 紅霸了, 就會令到美國和歐洲這些公司完全倒閉, 被你傾銷了, 這個是動搖到他們的基礎, 是牽涉到兩個範圍的, 一個範圍就是他們引以為傲的東西, 譬如德國的汽車業, 不可以被你弄死, 汽車業是in certain respect, 代表了德國的, 福士, Benz, BMW, 這些車廠, 是民族的驕傲, 這個不可以被你這樣取代, 第二就是再生能源, 因為再生能源部分是代表了未來的, 將來全部是這些, 你壟斷了, 它完全靠你, 這個是不行的, 雖然你的東西便宜一些, 第三就是有些科技的競爭, 這個就包括了半導體, 大陸買了這麼多半導體設備進去, 預備大量生產28納米以上的, 血洗這些市場, 我認為他們已經聽到了, 告訴大家, 聽到意見接受, 態度照舊, 中國聽到, 聽到美國和歐洲很緊張, 他故意拿到這個, 這個對於我們的雙邊關係, 以及中國和其他重要國家的關係, 至關重要, 其他的重要國家就是歐盟, 美國佔20幾%of世界GDP, 接著到歐盟, 接著到日本和英國, 加上去佔了世界60%的GDP, 加上加拿大和澳洲, 中國太大了, 這個是真話, 但是中國人不聽, 這個情況就很像美日, 1980幾年, 你不可以, 那時候兩大問題, 日本汽車打垮了美國汽車, 因為美國汽車用油用很多, 列根就要日本自動限制出口去美國的汽車, 於是Toyota和Honda就跑去美國設廠, 於是很多職位留在美國, 這樣解決了, 由美國輸去的車, 由日本水車不可以多多少, 這是warrantary quota, 第二, 就將它的半導體業, 抽100%的稅, 於是就扶持韓國和台灣取代日本, 中國這麼大, 出口佔得你多少, 老實說, 整個出口, 佔中國的出口增加值, 佔不到中國整體經濟的十幾個percent, 而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就只是佔中國出口的5個percent, 5個percent of十幾個percent, 其實真的不能夠拖動你的經濟, 但是拖動你的科技, 你要cut工業產能, 不要對其他經濟體造成壓力,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中國製造業產能過剩, 這個我是好東西很多, 1990年的時候已經, 尺寸鬥到這麼便宜, 在大陸開廠, 原理市場經濟來說應該會倒閉了很多, 那些磁磚鎬便上回合理, 不是, 倒閉了100間廠, 開回200間, 因爲那些地方企業就說, 我們要做磁磚, 就問銀行借錢, 地方政府又支持, 再搞大一些這樣的產能, 等於鋼鐵和煤是應該cut的, 結果整理了舊鋼鐵廠, 那些大鋼鐵廠開多一些鋼鐵搖出來, 最近進一部加劇, 四件事, 電動汽車, 電動汽車是鬥到全中國, 只有五間公司, 是不蝕本的, 包括Tesla, 其他任何人做電動汽車都蝕本, 蝕到混賬, 而繼續減價, 繼續擴充產能, 小米那些還來, 中國的鋼電池, 產能夠供應全球鋼電池的一倍, 它繼續擴充產能, 光復產品也是, 它一年生產的光復產品是夠全世界鋪兩年, 這個最肉赤, 光復產品最肉赤就是歐洲, 10年前歐洲領先世界, 這10年搞下來, 歐洲現在行傳只有幾個%的光復板就跟歐盟講, 再這樣我們就整個, 歐洲就沒有光復板, 因為最初做這些當然是歐洲做先, 是不是, 鋼電池限制得很厲害, 美國限制得很厲害, 歐洲是不是會限制呢, 比亞迪和寧德時代預備去歐洲開廠, 那鋼從哪裏來呢, 電動汽車又說去匈牙利開廠, 但是, 何立峰說得很好聽, 雙方很有建設性, 很 fruitful, 新華社怎麼說, 評論耶倫提出的產能過剩問題, 是作為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提供藉口, 根本你就是想用保護主義, 我告訴你, 耶倫故故去這樣說, 其實有沒有人相信大陸會改呢, 大陸答應了你, 但是不會, 結果就是爆發貿易戰, 我真的看不到大陸會改, 他厚度答應你改, 都沒有用的, 因為這個是習近平相信的新側生產力, 習近平的經濟政策, 就用新側生產力來做龍頭拖動的經濟, 而新側生產力就是這些28米以上的半導體, 鋰電池, Biochemical, 這個是光復板和電動車, 汽車出口, 這個是否定習近平的政策, 中國駐美大使謝峰, 說中國產能過剩, 威脅其他國家是偽命題, 優質產能不是過剩, 而是嚴重不足, 要做多些, 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了國家, 能不能從優質產品中獲益, 是人類良知和能力的考驗, 說這些沒意思, 從經濟學來說, 不應該有保護主義, 現實來說, 這個不是純市場的操作, 這個不是純市場的操作, 政府不只是津貼車, 買車是政府給1萬元人民幣, 不是這樣的, 那些車廠去拿地那一刻已經不用錢了, 已經地方政府給他們了, 地方政府又幫他問銀行拿了很多貸款, 做電動車又有津貼的, 其實是萬七樣東西津貼的, 那些人說, 那時候有些電動車的墳場, 那些是四五年前的時候, 現在沒有的, 現在自從Tesla去了之後, 他們的電動車真的站穩了陣腳, 但是就是內捲得很嚴重, 耶倫說, 耶倫是故意跟你說, 表示他已經情治義盡, 責任不在我方, 他上個星期參觀了美國喬治亞州一個曾經被迫關門的太陽能廠, 和很多工業領域, 這間公司關門, 是沒辦法跟中國人為了壓價太大量出口的商品競爭, 中國四大光復廠全部虧得哭, 光復廠無一不虧得哭, 令德時代還賺錢的, 但很快就虧得哭, 我告訴大家, 因為很多電磁廠在建, 美國自己也在建很多電磁廠, 又不讓你輸出, 這種情況不再發生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盟友和夥伴有同樣的關係, 他就用盟友和夥伴來搭他們, 盟友, 英國,日本, 韓國, 澳洲, 紐西蘭, 夥伴, 歐盟, 我們認為對他們國外的工人和公司很大的威脅, 我想強調, 我們對產能過剩的威脅不是反華政策, 你做一些事情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依賴你, 因為一反起面上來好像稀土, 好像石墨, 我們馬上沒得用, 如果中國不調整他的政策, 就會為全球經濟帶來混亂, 雙方的討論, 這個是最後conclusion, 富有成效, 有效, 而且坦誠, 他令到對方了解, 但是對方做不做, 中國只是拖, 找小組來研究, 繼續討論, 拜登政府官員承認, 耶論不可能讓中方改變整體經濟方法, 這是習近平陰定的政策, 是不可能改的, 華盛頓日報引述知情人士, 要達成貿易協議難度很大, 戴奇對下屬說, 雖然去中國訪問的官員很多, 他不會去, 戴奇認為浪費氣, 耶倫更都是擺姿態, 喂, 跟這些人怎麼談, 談完他又不守信用, 戴奇出席美國, 他拘捕歐盟, 貿易和技術委員會, 尤其擔心中國經濟, 以出口為道向的大批量復甦前進, 這個講明了, 認為美國歐洲, 聯手除了防衛又要進攻, 包括關稅和其他提供產業誘因, 一方面抑制中國, 第二就是鼓勵自己國內生產這些, 歐盟已經3月開始, 電動車不用賣去歐洲, 為什麼, 他已經登記了電動車, 他有權在後面追加關稅, 誰敢買, 你後面追加多少關稅, 我怎麼知道, 其實電動車的銷售去歐盟已經斷了, 太陽能板, 兩家最大的太陽能板, 涉案的, 包括中國最大太陽能板製造商, 龍基龍能, 德國子公司, 龍基 solar technology, 及上海電器集團, 兩家子公司, 用太陽能板來發電, 歐洲的新規定, 凡是歐盟公共領域政府, 投標超過2.5億歐元, 這家公司過去三年, 收到4000萬外國政府津貼機構, 必須向歐盟通報,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試過, 廢除這些合約, 這兩家中華投標者的合約, 3.75億歐元, 廢除這種合約, 好, 另一方面, 我為香港擔心的事情, 美國對包括拼多多旗下的天湖和書煙, 跨境電商進行打擊, 因為他利用小額豁免的漏洞, 獲得不公平的利益, 小額豁免, 有兩個好處, 第一,寄去美國800元美金以下, 就是獲得豁免的, 不用關稅的, 這個很不公平, 在美國賣東西就有稅, 在寄東西進去就不用稅, 第二, 就是郵費是便宜的, 後來Donald Trump去發個爛炸, 中國每年就津貼美國郵務一些錢, 其實就是這樣的, 現在他寄去, 由中國寄去美國還是便宜的, 美國國家安全部, 會對這些包括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尤其是有沒有違反美國強制勞動令, 即是如果有什麼輸煙的最危險, 由維吾爾那裏來的棉花, 或者番茄等等, 這些東西, 由維吾爾那裏來就會很小心, 而且就會檢查你的包裹, 我相信要用AI Detector去檢查, 因為太多了, 小額豁免允許低800元美金的包裹, 直接進入美國市場, 於是中國大量寄這些包裹去美國, 不用經過審查, 過去一個年多少個包裹呢, 10億個, 厲害嗎, 10億個, 一天300萬個, 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 10億個, 起碼8億個來自中國, 天湖和舒淵就佔了3億幾4億個, 這些是, 假如一個是100元美金, 它平均就是90幾元美金, 如果你要全部抽稅, 你就要低它到50元美金以上就要抽稅, 才有效, 因為它大多數是80-90元, 當然, 天湖和舒淵就說他們不是靠這件事, 天湖真的有倉在北美, 大量寄了貨去北美, 然後再寄出去, 大概是佔3分1, 舒淵是全部寄去的, 而法國也宣佈對這些極快速時裝, 我問過我女兒, 你會不會買舒淵的, 她說我不會買的, 舒淵是更加便宜, 但她說給一些很時尚的人穿, 一天推出7000個款, 舒淵每天推出7000個款, 但這衣服穿兩三次就爛了, 好像紙做的, 好,這次講到這裏, 元昌集團下紅米和時代冰室, 決定重振旗鼓, 深切反省, 我們有十大承諾, 第一,選用優質食材, 第二,食物監督預設煮食時段, 都是新鮮煮出來的, 檢查出餐溫度, 應該熱就熱, 應該冷就冷, 賣相吸引, 繁忙時間, 可以15分鐘內出餐, 這個就是食品品質提升, 服務承諾, 主動和客人打招呼, 教人用QR Code落單, 或者幫客人落單, 保持環境清潔, 客人用餐後, 一定用消毒藥水抹桌, 環境舒適, 溫度保持23至25度, 每個員工都配戴名牌, 方便客人查詢, 和讚賞投訴, 我已經叫同事深切改進, 希望大家安心愉快, 如果有不開心, 立即WhatsApp為餐廳, 顧客服務熱線, 5277-3178, 我都會跟著看你們的投訴, 也可以通知我的, 去這裡, 希望大家有什麼意見, 向我們提出, 現在感謝大家支持, 自己來外賣自取, 全部有85折,